这应该也是给父母看的 关于教养的示范 其实年轻人跟长者的互动 这件事情让老年人开心 也让年轻人柔软 继续我们带您看的这故事 也是关于照顾长辈 照顾长辈真的那么容易吗 其实在台湾有13万人 是专职的家庭照顾者 透过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会发现 他们真的需要喘息 我们家是四个人 就爸爸妈妈 哥哥还有我 然后我本来是从事电子业 在内伍科学园区 蔡炳桓现在在咖啡馆服务 十多年前她出入社会时 从事的是电子业 转行从零开始 因为别人在职场冲刺时 她的时间给了父母 然后因为爸爸 妈妈先开始洗肾 然后后来接着 爸爸也开始洗肾 然后两个刚好重叠三年 那因为洗肾是长期的 所以就开始慢慢的 身体越来越不好 那哥哥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就是 那个照顾的责任 就是在我身上 对所以我就变成主要的照顾者 一个人扛下原本手足 不该一起分担的责任 台湾有13万人像蔡炳桓一样 被迫辞职 变成专职的家庭照顾者 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 很多人照顾的并非是 会长大的自己的孩子 而是久病失智 不会好转的父母或长辈 也有一段期间 我有跟家里商量 跟爸爸妈妈讨论说 可不可以请外机 就是外用这样子 但是妈妈不喜欢 心情方面就是 常常会很紧张 像说上班一半 然后电话 家里有电话来 说要赶快去医院看一下 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赶快跟老板 还是主管请个假 然后赶快到医院去这样子 经常临时请假 哥哥也不接手 所谓尽孝就是蜡烛两头烧 蔡炳桓认清自己得辞职了 我那时候调失自己心情 就是说 爸妈对我小时候非常照顾 那现在换我照顾他们 台北市的一个多元长照中心里 蔡炳桓正在听 同样遭遇的朋友诉苦 分享照顾长者的经验 那长辈又 可能如果下床 我们会担心 他自己会跌倒还是什么 那有可能 我是就在家里 我是有在家里 有装那个摄影机 然后就 他如果有移动的话 手机就会警报 成年子女忙工作 长者可以在这里度过白天 和缓运动 也认识同龄的朋友 维持社交 如果早点有这样的服务 像蔡炳桓这样的家庭照顾者 就能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过去他想回报亲恩 选择照顾父母 所以失去了所有朋友 与自己的生活 当初就是 我最多只能到附近 我家附近的Seven 只能出去Seven一下下 然后要盯着手机 装那个摄影机偷看 就是看爸爸有没有滚下床 我很爱他们 可是又会生气 有时候照顾到后面会生气 然后有时候又心情不好 除了分享经验 帮助类似的人 蔡炳桓在这里 也继续学习餐饮服务 吴馨如是咖啡馆老板 提供这个喘息实习工作 他自己家里也有个酒病的弟弟 很明白家庭照顾者 每天生活中的苦闷和负能量 我讲太多抱怨太多 到最后我都没有朋友 一个朋友都没有 因为我朋友跟我说 你不要再抱怨了 我们不想听 然后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 看医生去医院 然后挂号 然后回诊 然后买什么营养品 然后买什么补充食品 找营养师 找社工 找长照资源 都要全部自己一个人来 吴馨如是在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的社群里 知道蔡炳桓的困境 那时候更正巧是 他照顾爸爸 照顾到最艰辛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炳桓的时候 真的就是满眼的血湿 然后充满愤怒 可是爸爸失事到后来 很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用打电去抹墙壁 然后他觉得他完全没有办法 把家里弄到干干净净 真实的苦闷 这个社会却还没有给他们出口 笑到像是枷锁 有些人没有成家 或工作忙等等借口 可以争取自己的喘息机会 他们可能是家庭中 比较年轻的 收入比较少的 或者是未婚子女 甚至媳妇 在家庭照顾者关怀 总会协调下 秉桓的哥哥终于愿意 聘外拥接爸爸去住 秉桓占卸责任 情绪却很挣扎 担心爸爸换环境不适应 在台台在很犹豫 要把爸爸结婚 所以爸爸过世 2018年初 蔡秉桓卸下家庭照顾者的身份 40岁才开始为自己活 他惶恐 找不到定位 其实我一开始 也有倒下去一个月 就是在家里面 我就是完全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动 也不想吃 什么都不想做 就是我不知道 那个感觉怎么形容 蔡秉桓从家庭照顾者的身份 毕业了 而吴馨如这个未婚女儿 却还继续分担着 母亲照顾弟弟的责任 弟弟常年洗肾 服用安眠药 大概在三年前开始 他只要做重大手术 他手术后 他就没有办法 恢复原来的精神意志 然后科学上都说 是所谓的沾望 可是事实上 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以民间来看 也就有点像中血一样 他就会有多重人格 一直出现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暴力 然后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当下 我真的有点崩溃 因为他不停地骂 然后我其实 下一次我拿起免费 我真的就很想要蒙住他 就觉得你干脆直接走也算 然后我觉得那个当下 出来那个情绪之后 其实我自己很激动 我自己到楼梯间 大哭大概哭了 我觉得我觉得我哭到 我后来嗓子都哑 好像置身没有尽头的 黑暗隧道 家庭照顾者内心 常常是这样孤单绝望 因为同理心 吴馨如愿意提供工作机会 给家庭照顾者 十三万人 他希望帮一个是一个 虽然我觉得妈妈很坚强 但是我觉得妈妈在照顾到后期的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她越来越消耻 家人相聚的最后一段岁月 能不能不要只是偷偷盼着解脱 之后却又茫然呢 我也很怕说会不会我以后年纪要是大的话 会不会也是像他们这样子 这个我会很害怕 而且我就剩一个人 所以我会很害怕没有人照顾我这样子 我现在三十九 快四十岁 所以会刚开始遇到这样子觉得很茫然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爱家人也爱自己 吴馨如和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 开始找解决之道 苹果汁 父亲过世已经三四个月 蔡炳桓心情好一点 也幸亏她在父亲过世前就参加支持团体 社工与同病相连的朋友给机会接住她 爸爸过世的时候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我没有想到说那一个心情会荡到谷底那样子 在多数人成家立业的年纪 蔡炳桓的心情却一下子跌入谷底 生活失去目标 有 只是没有怕我做错 咖啡店给她新的尝试 学调饮料 切面包 过去她生活的重心是照顾父母 但现在这重心已经消失 想到未来她真的茫然 她永远都觉得自己不足 她觉得自己不足 所以她不管做什么事情 她都要特别的用心跟认真 有可能刚开始她有一些感觉 有可能刚开始她有那么不适应 可是我觉得一个友善的职场 可以提供给她们更多的温暖 让她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把信心找回来 把原来的能力找回来 台湾社会有13万个像蔡炳桓这样的人 也许你我正是 我将来会是 长照的路像苦熬 蔡炳桓终于在家庭照顾者关怀 总会的课程中 找到支持团体 找到跟她一样话很少的同类 那是老师引导我们 然后才让我们把心里面的话 尽量的讲出来 然后发泄出来 把那个心情发泄出来 然后 为什么会想讲心里面的话出来 就是会觉得说 我觉得好像照顾者的那种 一样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弱势那样子 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没有上班的 都通常或者是比较讲 不会出来讲话的那种 个性的照顾者 就比较容易会被推这一个责任在身上 就是照顾 那就交给你们 辛苦的十年 让蔡炳桓比同龄人更体贴谦卑 她在集结我觉得她不仅是 客人还蛮喜欢她的 就我的所有员工都喜欢她 因为她会她总会去跳一些 她可能觉得别人不会想做的 一些扎索的事情 然后就把它剪来做 或许这段像劳逸般的经历 并非一无所获 自己的人生事实才开始这样子 对 就真的是那种感觉 之前是我朋友跟我说 你没有感觉你这样好像在 出狱那种感觉吗 笑的时候眼里还是有一点累 结束家庭照顾者生涯 若说感觉像出狱了 局外人多半会谴责 但真的做过没有收入 失去自己的照顾者 才能体会这复杂情绪 我会想说生一个人 那我自己走吧 吃饭什么 然后回家就看着照片讲话 自言自语这样子 就觉得真的蛮孤单的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现在有慢慢的想到一些事情 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又慢慢去做这样子 开始做 别忘记要照顾自己 有点陌生的自己 人生过了年轻的精华岁月 才能重获自由 是许多家庭照顾者的遗憾 爸妈虽然不在了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是会在 看着我吧 在天上看到我吧 然后让他们看到我 有好的照顾好自己 然后可以好好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他们就会很开心这样子 小子化的台湾 未来你我的家人 也许更可能是同样遭遇的朋友 在爱长辈的同时 也得让内心的自己 有喘息舒展的机会 趁着还有力气时 一起摸索 共同长照的道路 照顾狗需要喘息 需要被了解 还好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上 有人愿意同理心来提供关怀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看的是 另外一个议题 一个在乎垃圾的女生 就是把它再生然后打成指甲 另外去塑形 或者是另外做再生纸 那我就觉得那个质感不一样 因为它原本是必要的东西 然后我再把它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式 让它可以再次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